好的好 歡迎來到Anderskorn 那麼今天又回來到我們1.7.10的Thuncraft 4模組教學時間 沒錯 那我們這一集呢 有沒有看到我現在身上的這身盔甲 沒錯 是我們私底下所製作的那種特殊的盔甲 但是呢 因為我們的研究 我們一些異端學所越來越清楚的關係 然後也導致我自己越來越多debuff 就突然的會有那種不適的飢餓感 就那種吃東西啊 會出一些奇奇怪怪的bug這樣 然後會有反常之機 然後而且有很多那種很糟糕的疾霸 那我們這一集的話呢 其實我們在私底下的時候用好多好多東西喔 哇 而且我發現怎麼弄都弄不完 都有一大堆東西想要介紹 好 那首先呢 我先跟大家介紹 我們這邊就刷了一些盔甲 就到我們上次私底下之後呢 我們到了一個 有異教徒會生成的地方 然後我們刷了他的盔甲 他的緋色教徒兜貌 然後跟一個緋色教徒的頭盔 然後跟一個緋色教徒的頭盔 他們盔甲跟那個術師的都有 那我是一本身的裝備 好 那我先等這個反常之機結束好了 那我們等等回來 OK 好 結束了 好 這邊的話呢 我們之前就已經把它擺了 就是已經有做好壓制了 就是再多做一些水晶 讓它壓制好一點 然後再來是呢 我從哪裡開始講起 先從這個開始講好了 這個是我們的 因為我在私底下的時候 開始把Node抓回來養 把我們的靈氣節點抓回家啦 對 你現在看到我們那邊一圈 還有那邊一圈 還有這一顆 這些都是我抓回來的靈氣節點 花了一大堆時間 然後這個靈氣節點呢 可以用節點穩定器 我們可以把書拿出來看看 來來來 我們在 祕術學這邊 就有節點穩定器 跟這個 節點轉換器 可以把節穩轉換器 把靈氣節點轉換成 活化的靈氣節點 那它不會為法杖 跟其他東西來提供魔力 但它會產生離魔 百分之一的魔力 直接可以拿去用圖在很多東西上面 那像我們就可以用這個 節點終繼器 然後它可以連接在煉獄熔爐上面 或是一些很特別的東西上 那像比如說我們這樣 煉獄熔爐這樣接上去之後呢 它的燃燒速度會變得非常非常快 對 那有多快呢 我們來試試看 排堆牛肉出來 好 我們有24個牛肉 32個牛肉 還不錯吧 那我們把它丟進去 我們有那個 那個蜂 我們有那個古蜂爐 這個 不是蜂車吧 還是什麼 蜂箱 有蜂箱 然後跟那個 我的那個靈魔的加持 你看它非常非常的快速 好 那再來的話 是來介紹這間 這間小屋 這間小屋的話 一樣是運用剛剛的方式 用節點穩定器跟那個 我們這個節點轉換器 把它轉換成活化的靈氣節點 那為我們的工作台 奧術工作台上面可以放一個 這個是 靈氣充能中繼器 這個就可以把 比如說我們把法杖丟進去 喔 它就可以開始用禮魔 然後幫我們的法杖充能拉 而且是無限制的充能 然後把它充到最滿的狀態 沒錯 非常非常好 然後呢 再來就是旁邊這邊是製作法術球 對 什麼是法術球呢 喔 沒錯 就是我們 在我們的秘術學 這邊 這邊的法球 其實我都有做出來 其實我一直都沒有拿去用 因為它需要好多好多等級 那這邊做了很多法球 還有腰包 那最好用的是這個啦 攜帶式洞穴 攜帶式洞穴的話 就變成說 好 我們就把它裝進去 然後我們拿個這個 然後按下我們的切換鍵 然後選擇我們要的這個 選擇我們要的法術 比如說像我們這個 有沒有 攜帶式洞穴 按下右鍵 哇 這邊就開個洞 然後讓我們可以直接走過去 超方便 然後距離的話呢 會有看說它的能力 因為我們可以用那個 核心調整台 你可以把核心啊 放上去做調整 比如說我們把它拿下來 然後它在搖包裡面 我們把它拿出來 放上去 你看到我可以延長它的 比如說開門的效果啊 或是擴大它的那個開的範圍 或是減少它的那個 那個法術的消耗 在這邊經驗值消耗超多 我們去 我們有燒一點點牛肉 它應該會有一些經驗值 我們去找火島風貫藥一下 你看我們可以敲它 右鍵 好 那我們9等之後呢 我們去 強化我們的 攜帶師洞穴 減樸 這項升級減低 每次法術啟動 所需的魔力 可以用花費8等 它會消耗風啊水啊 混沌啊大地 然後去強化它 然後我們又變一等 那這樣我們可以看它 哇 它現在有減樸 0.1 然後我們再選擇它一次 然後我們按蹲下的時候看到 0.08 又是返場雞二 好討厭 而且這種 Donecraft的這種 特殊的debuff 是喝牛奶是沒辦法解決的 你看 無法解決 所以這是 比較麻煩的 再來就是這一圈 這一圈呢就是我們那個 幫法術 法杖 可以幫法杖 充能的一個 一堆 一堆那個 靈氣節點 呵呵呵 不過因為現在幫這跟充能的關係 所以 大家都蠻 蠻少的 對 那一般的充能基座呢 它只能 只能接受六大基礎的 基礎的元素 那如果我們有上面的複合 有多一個複合的充能座的話 就是這個 複合的充能核心 你放上去之後 它就會把我們把那種複合的元素 然後把它分解成六大基礎元素 變成初藥元素 然後讓我們填充上去 其實對我們來講是很方便的 因為我們時常在外面可以找到一些那種 複合的那種 比較特殊的那種元素 比如說像這個雪啊 高山抓到的 然後我記得還有什麼 對像這個人類有沒有 還有村莊啊 靈氣啊 力量啊 然後 這個陷阱啊 還有毒藥 呵呵呵 像這些比較 就是那種複合元素呢 我們都需要用那種 都需要用這個 複合充能核心 然後才可以把它分解成六大基礎元素 好 那再來就是這個 生怪塔啦 大家看得出來 這就是個生怪塔 這個生怪塔幹嘛用呢 這個生怪塔 主要就是拿來獲得我們的 原質結晶啦 我們原質結晶有什麼特色呢 我們少給你們看 喔一個大腦 其他的呢 沒錯 都是純的啊 哇沒錯 你可以看到純的腦 純的植物 純的野獸 純的混沌 純的火 很多很多這些都是純的 原質精華是 柴納的啊 或是 或是我們在那個 扭曲 過度扭曲的時候 會生成一些 奇怪的怪物 呵呵呵 那些奇怪怪物 會來襲擊我們 所以傷害又特別高 所以我才會做 自身裝備 來保護自己 好那 再來就是呢 我私底下的時候 探索探索 發現了一個 污染之地 沒有錯 那這個污染之地呢 其實非常非常的兇狠 這邊有一塊污染 污染之地的話呢 它就是造成一堆污染給你 然後讓你亂七八糟的啊 然後很多 莫名其妙的事情會發生 比如說你會有更多的扭曲 更多的那些 很像詛咒的那種東西 那不過呢 我們在 我們在污染之地那邊 也蓋了一個地獄門 看一下 污染 這個地方 那污染之地跟我們的 地獄堡壘有點近 有時候看的時候發現 它跟我們的地獄堡壘還蠻近 就在旁邊而已 好 那我們的污染之地後呢 沒錯它旁邊就是魔法森林 其實這樣也是比較好的 所以這樣不會變成說 我們無法控制它 然後看一下 污染之地在這個方向 我很遠離它 因為我很擔心它會那個 失控 非常的失控 這樣子 那污染之地它比較麻煩的點就是 它是會擴散的 而且會永無止盡的擴散 你只要給它足夠的時間 它可以擴散 甚至可以擴散到我家 所以 污染之地是一個很可怕的一個生態域 也是Thuncraft特有的 那 要抑制污染之地的話呢 要嘛就是在它周圍 種一大堆的銀樹 而且是要帶有Node 帶有靈氣節的那種銀樹 那才是最安全的 可以壓制那些 莫名其妙這些污染的 成長 生長 不過這邊靈氣節很多啊 水 秩序跟混沌 然後 這邊也還有一顆 這裡看起來像水秩序混沌 水秩序 然後火跟史萊姆 所以其實在污染之地也不錯啦 它就是 營氣節點也不少 這也是 那我這個我都沒有拆回家 你看看這種 地板上有這種 綿液 噁心 這種都是污染造成 包括這個 哇 又小蜘蛛 超噁心 走開 好這些都是那種 污染之地會有的那種 特殊的那種怪物 噁心 你們看啊這種污染之地啊 連同 木頭 都被污染 原本你看它之後 原本你看它還是木頭 只是上面一層那個污染裡 然後它後面直接被 腐蝕掉 所以其實這邊污染也是很恐怖 呵呵 那當然污染有我們 所需要的東西啊 像有一些 我們在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們在寫一些 一樣之 我們在寫那個 我們的 這些 魔導手冊的時候呢 它有一些會用到一些 還是問號的 那個有可能就是 天獄花 天獄花比較麻煩就是 它要先了解污染 要知道污染是什麼 你才可以抑制污染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酷的事情 就變成說我們知道污染這個生態系 那我們要怎麼抑制它呢 我們就靠天獄花 或是靠我們的 更多的銀術 好 那基本上我們就 遠離這邊吧 呵呵呵 反正離我家還蠻遠的 就 先不要靠近吧 呵呵 不然夠恐怖的啦 這種 恐怖的地步 OK 好 我們回到家裡這邊了 呵呵呵 我剛剛歷經了一大番波折 也是 東打打西打打 呵呵 終於又全化回來了 那我們今天這集呢 齁除了我們有遇到我們的污染之地之外呢 我們還準備了很多東西 塔達 這裡很多東西要介紹 呵呵呵 好 我們先 我們先看這個法杖好了 這個法杖是我剛剛拿下來的 好 這個時候消耗0.9的挖掘 對 0.9就可以挖掘東西 但它怎麼挖掘呢 你看 喔 沒挖到 喔 法術破壞 哇 還有挖木桶 呵呵 酷 這是我們的法杖 一些特殊的那種小工具法杖 欸雖然還有攻擊的啦 只是我一直沒有做出來 欸我有做出來 但我還沒有把它拿來實際運用 因為我覺得 恩 這把還蠻強的 呵呵呵 好 我們先提外好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剛剛那個箱子裡面的東西吧 那 來 這邊主要先講一下澳術江神 澳術江神是什麼呢 沒錯我們記得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仔細看 來澳術學這邊就有一個澳術江神 可以讓我們裡面盛裝Pertentia 就是裝我們的力量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有個拳頭 就這個 蹲下右鍵 然後把這個 裝有Pertentia的原質封罐 然後放到裡面 然後盛上去 然後按H 哇 飛起來了 沒錯 超緩慢 對沒錯 這就是我們 怎麼講 Duncraft最基礎的飛行 對 你不飛就 按掉了這樣 我覺得這個就 蠻厲害的 而且 這個好像拉到最 拉到高處 關掉 還是會摔傷 但 它可以吸收比較多傷害 對 這個是我們前期這種 應該不算前期 就是後期可以飛行的道具 對 然後我們還可以搭配一個東西叫做澳術腰帶 可以讓我們 飛得再快一點 就會這樣 橫向移動可以再快一點 會消耗更多的能量 所以 我到現在這個版本 我還是不是很喜歡澳術江神 因為好慢喔 太慢了 然後消耗這個 這個能量 麻煩 然後再來這個話就是兇險磁石 兇險磁石 兇險磁石是幹嘛呢 幫我們找那個 一種 汙染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 這個 比如說你看往這邊看怎麼會汙染 沒錯 這一個 這一個東西 只要有這種東西 它就會只要直向它 離它一段距離直向它 它就會亮給你看 像這邊也有 往這邊看看 喔 又有node生成 我們現在玩的時候都會有自然生成 靈氣節點 所以有時候我抓一抓發現 欸我家附近有得抓了這樣嗎 可以再回來抓 你看像附近這個啊 它也會顯示 那是兇險的 等一下 它只要是兇險的 為什麼 因為這是兇險磁石 然後這是兇險的東西 它就會顯示給我們看 它竟然給我們看 這也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那其實也算是我們的 就是異界傳送門 沒錯 我們傳送到異界去探証 好非常酷 我們先介紹眼睛主要的兩個 來這個是神智檢測儀 欸我一定是滿的 這就是顯示我左上角這邊就有顯示說 欸那個你的現在的扭曲跟汙染的狀況怎麼樣啊 或者是有沒有太誇張 太一些debuff之類的 你看像這些你的腦袋污染太嚴重 扭曲太嚴重的話 你就開始有一些奇怪的效果 不過有好的也有壞的啦 像剛剛那種反之飢餓啊 就是壞的 然後甚至還會有那些什麼 欸 反之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呵呵 然後甚至還會讓你這邊身邊起霧 要生怪 呵呵 那種很不友善的怪 那 當然是希望這是好的 那這個偶爾就帶著就好 因為我其實也不會把它藏住我身上 好 這邊還有我那個那時候 我在關一些node 有些不停化然後就直接爆炸 呵呵呵 超級大的爆炸這樣 這就受控制啊 算了 來給它爆吧 我也沒有辦法 好 把這邊整理一下 好還有那個 那個殭屍的那些腦 我都會一直吃它 就可以讓我們有一些 比較快去累積啦 比較快去累積我們的 欸 扭曲 因為扭曲其實也是很重要的喔 因為像 到了後期你們會發現說 欸為什麼 我沒有辦法得到異象研究的 那種的異端學說 但是為什麼 我可以 我卻可以 而且還有一些什麼 可能 甚至到了異端學說 但沒有開眼儀式 是因為我們那個扭曲的程度還不夠嚴重 呵呵 真的真的 扭曲的程度會夠嚴重的話 它就會開始有自己的理解 然後自然就會去理解到 欸喔原來這個是這樣做的 然後再去寫筆記這樣 沒錯 非常酷 那也是我也是花了一大段時間 把我的扭曲拉到很高很高 拉到現在這樣 所以我才可以有開眼儀式 然後跟這個 虛無的長袍 哇 你看 虛無光 虛無鋼 虛無鋼 虛無全套 欸 超強的 有沒有 不知道開 一個真正開悟的秘術史 理解如何 我在使用 我在從 效用和防御之間做選擇 我全都要 效用和防御我全都要 長袍除了有虛無盔甲性體 還有兜帽配方 護目經驗的發揮器功能 表示說什麼 我們帶這個虛無鋼盔 我們還可以直接有沒有 直接把它拿來 應該說 帶這個 秘術史兜帽 我可以讓它有 足夠的減免 然後還有一些有的沒有的東西 很強 超級強 所以這個東西應該 我實際下會先把它做好 然後 這邊的話 我們需要到一個 生命的地方 啊還有沒講 消毒罩 消毒罩 消毒罩就是我們前期 可以把它做出來 因為它 我其實沒有很貴 在 煉金樹這邊 消毒罩 比較難拿一點 沒有比較難拿 就秩序 然後 用紙啊 應該是 對 那些東西少一少都有 這個用 回復藥水 或是 立即自然藥水 把它做出來之後 我長按右鍵 我看貓泡 可以洗澡 洗完了之後呢 那天有音效-1 然後呢 拿這個來看看 喔 還是蠻髒的 因為我這個已經是 已經是過度的 本質上的髒了 所以那個也清不掉 那你們看到那會有那種 比較半透明那種 就是可以用這個清掉 再來最後一個東西就是我們 開眼儀式 的異象邪眼 這是拿來幹嘛呢 這是拿來開啟我們的 我們的 異端學說 就是我們最後一個地方 異界 喔 非常非常恐怖 而且我們要開啟門之前呢 我們還需要有一個法杖 有沒有六大元素 各一百點 喔 這是為什麼我一直 會一直找法杖充能啊 幹嘛的 因為我們現在會一直消耗法杖 他的一些能力 你看這個就可以無限充 這是像充電器一樣 接上去電能就滿了 很好玩 我們把這個帶去好了 有一個離我們最近的兩百 還有一個在那邊 我們去那邊好了 我們剛剛留的那邊 OK 這裡就酷多了 那中間那個是虛弱的啦 可以看一下 就是他已經很脆弱了 但這個門還是有用的 所以把我們四個眼睛放在這個上面 有啦 四個眼睛對吧 然後這個一百的 對他點右鍵 這個 哇 開出來了 完全的開出來了 這個怎麼辦 踩進去嗎 當然不是 因為這個地方踩進去就回不來了 我覺得沒錯的話 要打完怪才回得來 所以 晚一點 這是我們下次 哇 他的音效是完全不一樣的 喔有沒有看到 喔因為這個的關係 他會開始有些那種異端的 異端的怪出來了 然後這個異端的怪會讓你身邊起霧 你看看他的 哇 啊好痛 哇好痛喔他有夠痛 因為他這個異竅門的旁邊 因為他特別強大 那我們這個門的話就先開著吧 真的 然後我們 因為這個裝備的關係喔 所以可以讓我們 支撐一段時間 但是 對我們來講 還是硬傷 這個還是硬傷 所以 還是要小心一點 那我們這個異端 喔你看有一隻 快跑 快跑 喔像這個 異界傳送門呢 身邊就一直開始會生這種 非常 強大的怪物 等一下摸我一下 雖然 雖然我有 我有護符 我有 無蚊護盾 我有蚊護盾 可以幫我保護 受那麼強大的傷害影響 但是 哇 他把我護蚊護盾打爆之後 還是很痛 還是很痛 所以 基本上 推薦大家要打異界的話 就是像 要打 已經開起異界傳送門了 然後建議大家就拿 虛無祕術師鬥帽 這個東西很強大 對 東西很適合 好 不過這個是下一集的事情 沒錯 我們今天這集就是帶給大家看說 我們私底下做了什麼東西 然後我們下一集真正的目的 沒錯 然後我們下一集真正的目的的話 就是要到我們去 異界冒險 沒錯 那異界呢它是一個非常非常 非常 非常像迷宮的地方 而且還有非常多的怪物 不過也有非常多的寶藏 可以讓我們 等著我們去把它帶回來 然後再開始進去裡面探索啊 去裡面打怪啊 然後裡面甚至還有我們的Boss 沒錯 裡面有我們這隻 就是Thuncraft裡面最重的Boss 打掉它之後會有我們非常重要的東西 那 那是什麼呢 等到我們下一集 完成攻略那個地方 攻略我們的異界之後呢 我們再來跟大家介紹說 那個到底是多重要的東西 好啦 那麼今天這集又到次結束啦 那我們今天就介紹了不少的東西 然後跟大家稍微看一下 我們這附近私底下所做的事情 那下一集呢 就是實實在任的冒險班啦 沒錯 你要好好地去異界探索冒險打怪 然後甚至下一集 你們就會看到我是那秘書史兜茂啦 沒錯 好啦 那麼感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今天的視訊就到此結束啦 那麼一樣喜歡你們的話 在右下的訂閱 右下的喜歡 或是手機觀者 或是電腦觀看者的話 在訂閱旁邊 有個小小的鈴鐺 點下去 我第一時間出片 我直播就會通知你們喔 那麼我們就在下一集的模組教學 再見面吧 大家掰掰